難道少女時代要變成中國少女團體了嗎? 近日韓國打篇幅報導 內地的阿里巴巴集團有意投資韓國SN娛樂 傳出將豪宅1000億韓元購入股份 為亞洲娛樂圈投下震撼蛋 如果消息屬實 阿里巴巴將成為SN娛樂第二大股東 如此可妄想得到你 SN娛樂在亞洲娛樂圈頗有影響力 旗下更有東方神奇少女時代 Super Junior XO等人氣團體 若阿里巴巴集團的投資定案成為第二大股東 將對SN娛樂的決策有一定的影響力 雖然後來SN娛樂負責人已秒殺否認此消息 但透露正在跟多家內地公司協商合作 並不限阿里巴巴集團 而中韓雙方合作消息一出 還是令SN的股票大漲 粉絲也相當關注偶像之後的動向 Yes 新聞中心台北報導